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 《自然疗发力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发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灵极限》 《灵极限》 《创造健康、平静与财富的下威而療法》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本畅销书 叫做《Secret秘密》 它是说心想事成 Law of Attraction 《灵极限》 这本书 但是不时都会袭击那些工作人员 那间医院里面每个月都会有些心理学家理职 那些工作人员也常常都请假 不想上班的 但是这一位修兰博士来到这间医院几个月之后 他就完全不用药 那就帮那些病人停药 慢慢 那些人就逐渐减少了那些攻击的行为 也都可以在那间医院里开始自由地走动 那些工作人员也都很喜欢上班 那些病患慢慢都释放了 但是整间医院都不需要存在 那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那么神奇呢? 如果大家听过这个真实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很想知道 到底这位博士 一位修兰博士 这位心理学家 他用什么方法能够令到一间 所以说可以说精神病院 不单止精神病院的罪犯 是完全医护好 令到现在医院都收拾了 那我相信大家 我跟大家问问一下大家 大家希望我们能够有用一些方法 令到我们的医院里面的病人 完全都搞定了呢? 而可以说令到我们的医院都要收拾了 当然大家会想想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 真的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沙华尔的 而这位修兰博士 这位心理学家 用他短短几个月里面 将整间医院改观了 三年之后 医院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病人存在 所以现在医院都要 这位精神病的医院都要收拾了 很明显 Joel Vitale 乔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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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过这个故事 当然很好奇 对不对? 他说 哎呀 真的? 我也是想知道 到底他是怎样做的 你知道了 Joel Vitale 乔偉 乔偉 乔偉的秘密书 是很多讲心灵治疗的其中一个作者 他自己也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也有些很成功的网站 以他这方面的背景,再听到这个故事,他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于是他怎样呢?他就去找这位修兰博士, 当然由他的email那里才找到他。 早期,修兰博士在网上接收一些counseling的工作, 有些人会写信给他,向他讯问。 当时,Jo Q.韦泰利就写了信给他。 结果,修兰博士又回回信给他。 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信的内容。 修兰博士说:"平正从我开始。 我的问题是我的潜意识里重复的记忆。 我们的问题与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状况都无关。 他们的问题是过往遗憾的悲叹。 沙士比亚曾经在一页十四行诗里面, 都有一种诗意地记载讲。 当我们经历到记忆重复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 我们可以继续跟他们的记忆战斗, 或者祈求神圣透过转化释放了他们。 终于使我们的心智回到初始的灵、空、 没有记忆的状态。 当我们没有记忆的时候, 我们就跟神圣的自己一如神圣照着祂的样子创造我。 当我的潜意识处于灵的状态, 它是没有时间、没有局限、无限、永恒。 而当记忆发号施灵的时候, 潜意识就会被困在时间、空关、问题、 不确定、混乱、私水、竞争和操纵里面。 如果我们容许记忆成为主宰, 我们就放弃了心智的明正, 以及我同为神圣的结合。 而没有很多结合,就没有灵感了。 没有灵感,也就没有了目的。 好了,他说,当我跟人工作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祈求神圣, 转化我潜意识里面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发生成为我的认知, 我的思想,我的反应不断重复。 然后从灵的状态开始, 神圣让我的潜意识和意识充满的灵感, 令我的灵魂能够经历了解人, 如何和神圣经历它一样。 当我和神圣工作的时候, 我潜意识会被转化的记忆, 都在万事万物的潜意识里面被转化。 不单只是人, 原来, 矿物、动物、蔬菜, 以及所有见与不见的存在, 都能够领悟到宁静和自由, 从我开始。 这是一个如此巧妙的事。 这位南博士, 当时早期回复邮邮给Joel。 当然,Joel自己是一个很暢销的作家。 他很希望邀请南博士去美国和他开班, 他也希望从而在开班的课程里面, 去认识多些南博士所说的是什么一回事。 好了, 原来, 南博士, 她自己, 她那套修炼的方法, 原来都是一位Hawaii治疗师, 叫做莫尔娜创造的。 这个女士, 在1982年11月开始, 将她的方法传授给修南博士。 当时, 在修南博士之前, 也听过有一位奇迹的体造者在医院, 大专学院, 甚至联合国里面受课。 于是, 她当然去找这位女士, 这个Hawaii治疗师。 她遇见她之后, 见证她治疗了她自己女儿的二位性皮炎, 即是那个湿疹。 很快便医好了, 她便放弃了一切, 跟随这位Hawaii治疗师, 学习她这些简化后的治疗。 当时, 沙南博士也有婚姻上出现物难题, 可能都离婚了, 所以她也开始离开了家庭。 其实, 很多人都是为了追随灵性而放弃了离开家庭。 当时, 沙南博士是跟随着这位Hawaii治疗师, 跟随了他差不多很多年。 好了, 她说, 沙南博士, 记住, 她自己也是一个学术界的专业人士, 一位心理学的博士。 初时, 她报名参加这位Hawaii治疗师的领带的工作坊。 但她捱到三个小时便离开了。 她说, 她跟那些灵魂在这里说话, 听起来好像疯纸。 所以, 她说, 我都听不下去了, 她就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 沙南博士又回去了, 再给多一次学费。 她希望这次由头可以看到到尾, 但她结果也做不到。 她为什么呢? 她发现莫延娜所教导的一切, 对她受过大学训练的脑袋来说, 都是太疯狂。 她又走了, 又离开了她的工作坊。 由中途而废。 接着, 她去了第三次。 这第三次, 她代了整个周末。 她说, 她说, 其实我当时认得觉得这个女人是疯狂的。 但是, 她说到一些事情, 说到我里面的心理的时候, 她有些是触摸到她的心理, 那个重心, 所以她一直跟随着这个女士, 直到1992年, 这个女士去世为止。 好了, 其实这个女士所教的是什么呢? 原来, 莫言娜是其中写过很多的书籍, 其中一本书叫做《我是赢家》。 原来, 这位莫言娜博士, 这位女士所用的, 就是一种Hawaii的一种传统治疗工具。 这种工具, 它叫做 《河奥波纳波纳》, 就是《河奥波纳》。 这种方法, 就是Hawaii 是一种传统应用了很多年的治疗。 而, 这位莫言娜治疗师, 原来, 曾经被封为Hawaii的国宝之一。 所以, 跟着她去联合国, 很多其他国家, 是进行指导这方面的治疗。 好了, 我们先看过, 这个Obano的形式,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她说, 第一, 我们要在在内在的解决问题。 即是在内的。 第二, 只有你和大我的牵涉其中。 第三, 只有你自己在场。 第四, 对大我要忏悔。 第五, 大我的原谅。 这和传统的Obano的方法有些不同。 第一, 传统的方法有几点。 第一, 透过人与人之间解决问题。 第二, 通常有一位资深成员, 居中协调解决问题的集会。 即是有一个中间人, 做Mediator。 第三, 所有跟问题有关人都一定在场。 第四, 每个参与者都要对彼此参悔。 资深的成员, 或者居中做协调, 以免参与者落于正伦中。 第五, 每一位参与者都要请求其他每一位参与者的原谅。 这就是一种传统的 荷欧波纳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这是一种旧有的方法。 但现在这个新的方法, 可以这样说, 完全有些不同。 简化了很多。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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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句话说:"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做的方法是清理自己。 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跟我们所认识过的心灵治疗。 其实有些是很不同的。 嗯。 这个意思是说, 其实所有你所接触的事情, 是发生和你所接触的事情, 其实都是因为你有责任的。 是因为跟你有关的。 不是跟你无关的。 所以, 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个问题是你有全盘的责任的。 是。 所以, 你要先清洗自己。 对不起, 这件事发生了。 其实这件事和我有关的。 但是, 他就说, 如何清洗呢? 他只用这个字。 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然后, 谢谢你。 原来, 他说, 所有很多, 我们现在的人类很多的问题, 都是, 在我们的旧有的记忆的思维里面, 是重复地再演绎。 嗯。 是在一个旧有的思维、 在旧有的记忆里面, 重复在我们, 在我们时也要再发生, 又再发生, 又再发生。 你要徹底改变, 你一定要把它把旧有记忆的思维, 是要清除它。 是。 他清除的方法呢? 既然这个思维是你的思维。 不是人家, 我是你。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了这个问题是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跟你绝对是完全有责任的 所以你就要跟自我清洗 因为跟过去是很不同的 他其实说,如果我们这样将这些 旧有的记忆思维清洗了之后 接着好的东西才会有机会进入 明白 所以他说你绝对不要怪责任害人 因为最方便的做法 很多人都觉得怪人、怪社会、怪制度 其实这个社会制度所出现 人与人之间所对你的行为 其实都是跟你绝对有责任 跟你是有关的 其实不能跟你没有关 他还说,其实这个世间上 没有什么叫做对与不对 很多事情都是一个 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断定得到 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不对 而且每个角度都有某个角度看东西的原因 简单来说 他说,其实在每一个瞬间 都有1500万委员的信息发生 但是我们的意识是只能够处理其中的15个委员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理解 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元素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放下 必须要相信 对 对 这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阶段 了解得多深 其实对与不对 完全是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理解得到 所以他就叫那个Divine 来到 就是Divine决定了 你就接受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用这四句真言 不断地清洗 这位修兰博士 他拿着很多精神病的数据 他对着数据 他接受了 这个病人的问题 是他要负责的 但是他的处理方法 就清洗了自己的记忆 自己的负面的记忆 就是说这四句字而已 他就这样遮动这件事 慢慢地慢慢地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这些精神病的罪犯 慢慢地慢慢地 就是开始变 慢慢地 暴力行为 集击行为 越来越没有了 然后 就不用吃那些精神科药 所以很快 整间医院都变成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 这样的攻击行为 病人都越来越正常化 整间医院的人 就恢复了 安全 很多工作人员继续上班 原来 这位新兰博士 其实他真正是去做到 就是参与那些活动 帮大家去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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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下高饼 他就是做了这件事 他完全是不需要做 传统心理学家 所要做的事 他的手法就是 其实你要清洗能量 在他这本书里面 也介绍过很多很多的事故 当你能够清洗自己的能量 和清洗地方的能量 其实很多事就会发生 因为很多次 周伯塔利 邀请了这位新兰博士 去美国那么异度的地方 讲学 很多时候他们都去参馆吃吃东西 他发现很多时候 他们去过参馆 初初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客人 通常他们去了之后 他就会用这四句的真言清洗 接着没多久 那些参馆就有很多很多人进去 甚至乎有一次 这位修兰博士 就跟参馆的东主打赌 你现在很少没有什么客人 不如我和你担保 如果我进来没多久 你的客人多了之后 我的餐可不可以免费 很多时候他都可以创造这些现象 将整个地方 那个负面的磁场 是清走了他的 所以很多时候 他去到一个地方 他感觉到那种磁场不够好 他只不过是用清洗自己的手法 很快 就是用这么简单的四句真言 是将整个精神科病的罪犯 是在吃重药的 是要用手 要用手 手扣扣住的 那他真真正正是短短 然后几个月之内 三年之内 将院里面的所有精神病的罪犯 全都医护好 所以有时候 你不可以不承认 这个方法 是很值得大家去认识 以及去学习 大家都知道 我们经常说 其实第一个治病的原因 是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心体的状况 这个是最主要的 我们经常觉得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方法 令到我们的精神状况 去改观 去清洗 其实很多很多病 都可以治好 我们知道 在理解中 我们经营我们人生 和人制的关系 其实可以这么说 有几点 第一 物质宇宙 是我们思想的实现 呈现 其实我们的思想 是制造物质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 智癌 它就会创造智癌的 物质的实现 如果我们的思想 是完美的话 它就会创造 是满意着爱的物质的实相 第四 物质宇宙 就是我们思想的产物 所以我们对物质宇宙 愿在的样子 是负有百分之一百的责任的 第五 智癌的思想 会创造不健全的实相 而我对于改正这种这样的思想 是负有百分之一百的责任的 第六 如果没有外在 这些东西 其实每一件事物 都是以思想的形式 存在在我们的心智 大家听了之后 大家明白不明白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思想 是 我们的思想 很多时候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实体 的实现 其实是我们的思想 做出来的 而我们的思想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充满我们过去的 负面的记忆 那我们要制造一个完美的实相 其实我们第一 就是要清洗我们的内在的 负面的记忆 所以很简单 只是这四句子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自然疗化软理里面 我们过去是跟大家讲述 讲解很多很多的治疗工具 但是在灵性方面 其实我们过去都没有什么 有教过 大家是用什么 实在用的方法 如果这位博士 这位博士 那位博士 那位蓝博士修蓝博士 可以真的做到这样的疗效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 第一 想办法 就是买这本书 这本书在香港的中文版 是2009年出现了的 那本英文版是2008年 叫做Zero Limits The Secret Hawaiian System for Wealth, Health, Peace and More 中文的这本书名叫做 零极限 《创造健康平静与财富的Hawaii疗法》 这本书可以分动全美和日本 在香港现在开始 这本中文书 越来越多人接触得到 在我们的陆创健康店 我们也订了很多本书 在很多我的病人里面 我都差不多 他们愿意看书 我都会要求他们 买这本书回去看一看 大家有兴趣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这本书叫做 《零极限》 《创造健康平静与财富的Hawaii疗法》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本好书 大家都可以记得 整天都说这四句话 我爱你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谢谢你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事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lcewadio.com 多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